第一次看到本地风味的冰苏 你看上面还有两粒榴莲 嗯,很瘦 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韩国呢 跟你们讲牛不信 我其实是在Siri Batalin这间Woods Cafe 好了啦,不讲啦,有点热啦 我们进去吹冷气吃冰苏啦 哇,美丽 你们看的装修,很韩式的feel 它这里的蛋糕,每一个都看起来很吸引我 还有面包可以预订 冰苏,冰苏,我们来点几个解热 几分之后 哇塞 第一次看到本地风味的冰苏 你看上面还有两粒榴莲 嗯,很瘦 我喜欢吃甜的榴莲 你看它上面那个cream是Bandangcream 而且它的冰油 椰香味应该是椰子冰 它整个吃起来就很马来西亚的味道 哇,要容赖我的芒果冰素,快吃 我第一次这样子配着那个cheese cake 是很香 而且你看它的分量多到 我觉得叫一个太打扰了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既然是汤圆 我第一次看到可以配咖啡跟配摩擦的 很特别 嗯,你看它的内馅是黑芝麻 这样子搭配起来竟然没有微和感 咖啡还很香哦 还有千层蛋糕和Burned Cheesecake 老婆帮你冲咖啡 饮料来啦 乌乌 你看那个饮料很可爱 还有眼睛的 这个饮料有冷的还有热的 这家这个 这个抹茶的奶味比较重 上面那个饼干 所以是Biscop饼干 又可以喝又可以咬 很爽耶 还有手冲咖啡哦 你们看这个地方 盆栽的地方是特地设计 给我们拿来拍照打卡的 哇 不讲了不讲了 我继续拍我的饮料先